一个人三二一 三二一然后我们就有 whatever 字 自由发挥啊 想不到吧 我们今天请来了 Hito十大金曲的作曲了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Hi 大家好 我是Sing姐姐 今天我们很厉害 因为我们请到了 Joshua 老师 Yes hello Yeah Joshua 老师他有为很多知名艺人写过歌 我们就让 Joshua 老师自己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 Joshua 老师 华文名叫做吴周索 然后我有为歌手好像叮当 信乐团的信 还是动力火车也帮他们写过歌这样子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艺人对不对 而且我知道就是信乐团的信 还有动力火车的那首歌 其实合音的部分也是你对不对 对 好厉害你看一下 其实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会开始写歌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 其实要做一个作曲员 其实要做好像乐团里面的那种吉他 solo 但基本上就是我很喜欢玩来摇滚音乐 然后我在想我要怎样用这个东西可以生存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不只是那个班的路 可能可以做一个自己写歌自己制作歌的那种方向来做音乐 就来到了齐天音乐咯 其实我们就在这间学校认识的 然后就开始学歌咯 虽然我的华语不好 可是这里有很多棒的作词人 所以我跟他们合作 然后就这样子变成一个作曲者咯 其实 Joshua 老师除了作曲之外 还有做很多制作上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有机会录制很多不同的歌手 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会邀请 Joshua 老师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他跟我们分享 在录音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什么东西 I think 首先第一是 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先做一个preparation 就是你的歌你要先练好 这样子 for example 你就知道哪里应该做正音假音 这种东西 你可以make一些notes 在你的lyrics sheet里面 这样子你录音的时候 你看你懂你到底要做什么 还有其他的preparation 就是你来录音室之前做一点vocal warm up 不要吃laksa 不要吃麻辣香果这种东西 奶茶也不要 after that 才可以喝 ok 这个首先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啦 ok 第二就是 其实录音跟现场上是很不一样的 for example 录音的时候 你要保持一个好像跟mike的距离 不要一直很近还是太远 所以每次有一个一样的distance 这样子你的tone 还是你的声音可以保持它的厚度 就是听起来不会一开始的时候 跟后面唱副歌的时候 听起来是不同的人在唱 就是唱的时候不要跑来跑去啦 try to stick to a spot 这样子 ok 第三就是 其实你在录音的时候 你应该不要害怕跟你的录音师 讲你要take a break 还是你要喝个水还是什么的 因为for example 如果你一次过路 十分钟的一个take 你的声音一定会累的 所以你一定要不要拍谁 I need to take a break 这样子one two minutes break 你的声音会recover 你本来以为你拿不了的那个take 其实是你可以唱得出来的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可能比较害羞 对不对 就是说其实有一点点卡痰还是什么 就不好意思说我要休息一下喝水 很common就是他们怕浪费人家的时间 对对对对 其实如果你这样走 更浪费人家时间 所以如果你讲了你take a break 你会省更多时间 我觉得重点就是一定要准备功夫做得好 然后什么开声啦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你踏入录音室之前 就应该把它做好了 最重要就是沟通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想要重来 又或者是觉得有点卡痰 还是声音有点不是很舒服 有点累了 想要有把椅子啦 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都应该说出来对不对 耶 所以我们今天呢 很难得有机会邀请Joshua老师来 然后我觉得他刚分享的 其实对于喜欢唱歌的朋友 还是你们即将要进入录音室 录制你们的歌曲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point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记得大家要帮我们 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诶 你是第一个来我节目 讲到perfect的耶 OK 也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沈依姐姐 我们下个星期五见 拜拜 varieties 开始 by bwd6